虛妄 卸托之道 只有一個方法 沒有觀修 沒有去修持無我的話呢 縱使是再大的發心 有再大的菩提心 有再大的出離心 再多的福報 再多的布施 再好的慈戒 再好的什麼來講的話呢 那都不是邁向卸托之道 還沒有走進那樣子 只有一個是可以獲得卸托的方法 只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只有在修 起碼是修無我了 對於無我的這種觀修 才好可以邁向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在後面的 入菩薩協論也猜 說這一切的資分 是為慧而羞恥的 就是這個意思 真的可以對峙煩惱 可以獲得滅帝 不是偷有發願的 不是偷有福報啊 不是偷有什麼來講的話 唯有一個是什麼 是要了解無我 了解無我的方法 唯有是偷有什麼 就是偷有文師 偷有文師不斷喘息去修辭 修辭去憎悟 才有這樣子來講的話 除了這以外 沒有別的第二種方法 所以我還記得 常常有人就說 我發願說我要下輩子再學無我 我說今生有機會可以聽一天 學一天的這個無我的道理的話 就沒有原因或者沒有時間可以說 我要發願到下一次呢 就什麼我們常常在講 很有名的以前的撒迦班自達 他以前有叫一個撒迦的一個的散說 有叫撒迦散說或者撒迦格言 他說什麼呢 他說 重死是明天要圓集了 明天要死的話呢 說什麼 說今晚還要再學習啊 今天我還有把握啊 今天我還有控制啊 我今天還有辦法去對無我 串息一天的時候呢 到隔一天來講的話 就已經是未知數了 如果真的想要獲得卸托的話 也知道的話 有知道卸托的重要性呢 除了無我的以外 沒有第二個方法了 我們在學經書的說什麼 無二門的意思是什麼 除了學習無我以外 沒有第二個方法啊 所以進入這個門的時候呢 進入這個寺院來講的話 除了學習無我以外啊 學習無我以外說什麼 沒有第二門啊 所以在四百論也有說什麼 沒有第二極境之門啊 他就說 沒有第二極境之門 是代表什麼 除了無我會以外 沒有第二種方法 沒有再來的方法 所以我說以前的主事大德 高僧大德 有很好的意念就是什麼 你從進入這個三門的第一個 第一個匾額上面就顯示 第五二門的 你就進入到這個 你進入這個古叉 你進入這個古事 就知道說什麼 別的我不是來燒香拜佛而已 我除了是觀修 我是要求通達無我以外的 沒有第二門啊 這也沒有 沒有第二個那種地方可以入門的 就是為了要是去了解 通達無我會而去了解的 我會想說什麼呢? 我會想說什麼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